以各种作品的变身玩具为主题的展示活动 Narikili World于10月28日至10月30日举行 会场展示了来自福音战士与万代联合开展的 Narikili开发计划的自动变形道具 在研究设施外观的展区中 可以看到本次企划的相关资料 天龙冰冰湖铁道以及远州铁道与福音战士合作的观光项目 《人类乘车计划》时隔半年再次启动 预定于11月1日至1月31日进行 合作期间天龙奥鱼站的站名将变更为第三村 还将发售期间限定的合作车票 另外Everstor与天龙奥鱼站的商店天宾屋合作 将贩售新的合作商品 天龙冰冰湖铁道以及远州铁道的福音战士外观电车也在运营中 为纪念Everstor与代店开业11周年 从11月1日起举行Everstor与代店11周年纪念商展 商展期间余店内每购买2000日元以上商品 将可随机获赠原创明信片一张 余店内购买1万日元以上商品 将可获赠原创购物袋一个 11周年纪念新商品包括有文件夹 亚克力力牌 徽章 亚克力钥匙扣 明信片套装 牌力 帆布画 以及T恤 今年也将进行每年惯例的周年纪念毛巾赠送活动 同时为纪念使徒吉祥物 160到11周年也推出了新商品 包括有文件夹 贴纸 以及亚克力钥匙扣套装 纪念日当天还将有使徒吉祥物 160的见面会 来自Pero 2022年的福音战士圣诞蛋糕开始接受预约 包括EVA机体以及驾驶员全11中款式 作为购入特点将赠送与蛋糕相同款式的徽章 数量限定贩售 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 让我们下次再见